2023台欧盟性别平权论坛5号登场 邀请各国驻台使节 各国相关部会首长 性贫团体等出席 就疫情下性贫议题 包括女性经济负权 性别暴力防治 LGBTI生活状况等交换意见 行政院长陈建仁出席致辞时表示 最近台湾揭露多起性骚扰事件引发关注 这次论坛也特别安排性别暴力防治议题加以讨论 他要重申政府对性骚扰性侵害零容忍的立场 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高哲夫表示 台湾与欧盟有相同价值 都注重人权法治和民主 双方过去也在性贫人权保障上有许多合作 高哲夫表示 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 法规推动区域改变 也让台湾成为民主和人权保障的典范 台湾与欧盟自2019年开始 启动台欧盟性别平权合作继续训练架构计划 GECTF举办一系列性别平等 LGBTI权益 人权保障相关活动 2023台欧盟性别平权论坛 是架构计划的最后一场活动 论坛活动也就四年来的各项活动做阶段性总结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王维廷采访报道